永續希望工程慈善協會發揮父老季幼 企業回饋社會責任 有感於地方消防局勤務繁重 車輛需要太舊換新 因此展開了全省捐車行動 這次他們來到基隆市 捐贈的是災情勘察車 說實在很感謝基隆市消防局給我們服務的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支持我們局次社會的精神 繼續我們服務我們全台灣 希望每一個鄉頂每一個社區 都有廟宿希望工程的就任職人設 在這裡服務大家 由於基隆的地理環境十分特殊 許多的住宅區都在丘陵地帶 當災害發生時 災情勘察車可以協助指揮官 迅速抵達災害現場 我們非常感謝高雄市希望工程慈善協會 那他們是在高雄市 那我剛剛也有跟理事長講過 我說一般的民眾最喜歡捐救護車 那他們能夠針對我們消防所需要 來捐贈災情勘察車 跟我們消防同仁使用 我們很感謝 而且一般在地 幾乎都是只捐贈給在地的 他能夠捐贈到全省各縣市 尤其是像我們基隆 我們是真的是資源的部分比較不足 所以很感謝他們捐贈車輛來給我們使用 早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捐贈就在指揮車的時候 真的有救過人 有救過人 所以說實在的那個發想 因為大家說實在做戰事 說趕快你要有那個救人 那當然你救護車來說 說趕快應該可能有很多 那指揮車的部分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經過討論 捐車一事由基隆市消防局副局長 翁玉英代表接受並回贈感謝狀 包括市議員陳君佐 吳華佳 特別感謝企業回饋的理念 我們基隆市消防局最需要 因為我們基隆的山還蠻多的 所以你說 勘災車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一般我們捐贈的東西都是消防車 還有救護車為主 那勘災車其實是很少 那也很感謝我們永續工程 希望協會 關懷協會的捐贈 那聽說他明天過幾天也要到宜蘭捐贈 那不是只有第17台勘災車 18台 19台 20台陸續都會有 因為其實我們基隆市消防局 在這幾次我們的市議會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議會非常關心 基隆市的消防局的不管是人員的設備 還是宿舍以及工作環境和我們的車輛等等的設施 還是有需要補足的地方 那項目個人的話就有另外在協助我們的消防局 同仁的宿舍的一些設備的補充 那就我了解我們其實其他議會同仁 也是很努力在積極的協助爭取這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這永續工程慈善協會 這麼熱心的助人捐贈了一台消防的勘察車 確實對我們基隆市消防局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善局 所以也希望說有各界的人士呢 如果有意願想要捐贈任何的物資的話 也希望可以捐贈一些我們消防局需要的東西 這次捐贈的災情勘察車命名為永續17號 優異的性能可以深入災區勘察並做好防災工作 將財務的損失和人員傷亡降到最低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